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偏偏和三星财产杯有着不解之缘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 在去年的三星杯中 古力和李世时就曾经下出一局 四节循环无胜负 而自身的奇迷可能更难忘的是 2006年罗喜和在三星杯的半决赛中大战崔泽汉 在一出三节循环之后 神珠罗喜和却放弃和其 最终弃子大胜 时过境迁 在今年的三星财产杯上 又一次我们看到了三节循环 而这一次创造奇迹的是 中韩两国的希望之星 十月九段和螺旋九段 究竟两位棋手在比赛中 演绎出怎样的神奇呢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赵手寻五段 和球单云二段 和我们一起来慢慢的品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呢 就由我和赵手寻五段 为您讲解第十八届三星杯 预选赛的一盘对局 是由中国的十月九段 对阵韩国的螺旋三段 那么这两位棋手呢 都是九龄后棋手 十月九段呢 我想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 因为今年呢 他刚刚取得了世界冠军 螺旋三段的名字呢 虽然稍微陌生一点 但是呢 他也是韩国一颗 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先来欣赏这盘对局吧 好的好的 十月是新科世界冠军 是的 螺旋呢 他是未来有望成为 世界冠军的选手 我觉得现在看韩国棋手当中啊 年轻一代的 没有中国这么强 所以有望成为世界冠军的人不多 这个说明他是非常厉害的 在韩国是非常厉害的 95年的 对啊 应该是韩国 还是挺小的 韩国继嫖婷环之后 最厉害的一个选手 是的 我觉得目前应该可以这样去给他定位 嗯 所以他会给中国棋手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 嗯 螺旋呢 黑旗 十月 那么螺旋呢 他在韩国最新排名呢 是第十五位 所以也是商星势头非常猛啊 对对对 他进步很快 黑旗手脚在这 好 白旗人吓得很有特点 白旗这个对 就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一般来说呢 就是你走你的 我就跟着你走 就不管挂还是分头 是 把黑旗打散 但是十月呢 他比较有自己的特点 他棋风 非常的硬 我觉得硬朗 他那个 很 强 就是可以说 他这个很强硬 然后 力量巨大 是在这个 年轻期 比如说 十月一个 江文杰一个 对 这都是世界冠军 这两个人尤其是 都是九一年的 都是力量超大 都是以力量著称的 这两个选手 我们现在开玩笑 就是说十歌 十月呀 叫十歌 十歌的这个 叫场军一条龙 就是这个场军数据 有比如说 向前面有这个 扣篮呀 是吧 有这个得分呀 篮板呀 助攻呀 就等等等等 数据 咱们围棋里面 没那么多数据 十歌呢 也不需要这么多数据 十歌就一点 就是场军一条龙 大家想一想 每盘棋 就是杀你一条龙 在这么高的水平 他对手 当然也都是高手 对吧 对呀 要是对手 像我这样的那个 可能他一条龙也算 虔虚 对手也都是顶尖高手 然后他每盘棋 都要杀人家一条龙 对对 太过分了 平均 平均啊 场军 有可能没杀着 但有可能一盘棋三条 那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杀力 是他的强项 对 李诗石呢 是基本上是死条龙 我觉得他经常是 一盘棋里面死条龙 但是他也不见得输 李诗石就是 他这点厉害 他气大块棋 他可能还能赢回来 而且他擅长 利用死子来做文章 对对 十月呢 也是力量大 那跟他不一样 十月的力量 就体现得更直接 大家可以多关注 关注一下十月的棋 你绝对很过瘾 对 他就是盘盘都是杀棋 黑棋挂这个 他就想下成那种杀棋 他又有个前提 对不对 他得把这个局面 尽量引导到这种 杀棋的 对对 杀了这个路子来 你要是局面 大家都这个很平和 就刮刮脚 一块我一块的 收收小关 那他可能也杀不着 对 说不定他是给自己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 这个理想虽然是太远大了 要做到以后 太不容易了 这个不容易 点三三直接 不仅要赢 还要杀 对 很厉害 但其实 在这种顶尖高手来说 你要想杀别人一条龙 一般都是在你自己 局面领先的情况下 能实现 一般是这样的 局面领先 局面领先的时候 对方才会跟你拼 他大龙才会不补 对 死活他才会不管 因为其实 对于职业骑手来说 最终目的 对于一盘棋来说的 这种目的 是要获胜的 对 他下的这盘棋 他总是想赢的 所以说 你要是他看到形势不好的时候 不管是输半目 还是输一百目 对他来说没区别 对吧 只有这个时候 他才会放手一搏 大龙也不管了 就是去跟你拼 那么 所以换过来讲 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 一般来说 能去屠龙的选手 他的前半盘都很厉害的 对 他都是前面 占你的优势 占便宜了 他后面才有可能去杀你 或者说 他下的比较撑 有的时候 对 他下的比较撑 你不进来的话 你不够 总之都是 你不进来不够 把你逼到那种程度上 才能杀你 你不进来也能赢 他杀谁 我块块做活 我就赢了 那他怎么 不可能一下来 就摁着杀 对 现在白旗拆了这个 对 这个拆的挺好的 贯彻自己的意图 走外视 走外视 这个角度定是 双方是地势的 一个取舍的问题 白旗选了取势 那他贯彻意图 继续取势 把旗子下来高位 黑旗呢 就继续贯彻意图 把旗子下来低位 这两个人都其实下得很有意思 我想罗权他一定 一定对十月是很了解的 对啊 他也在下维甲嘛 因为 对对对 在这边 肯定会很清楚 就十月是什么水平 什么棋风 对 而且 棋会怎么下 当今 对 整个世界奇谈里面 我们目前中国 是占有这个主导地位的 对啊 而且 前不久的孟百合 不是刚刚包揽了八强吗 连一颗这个 猩猩疗原的这个 猩猩之火 都不给你留 所以说 就像那个 大家看那个 篮球是吧 要看这个NBA一样 看足球 要看西甲联赛一样 对吧 你这个技术上领先的一方 其他的国家 或者是其他的选手 他都会很关注你 都会去学习你 就是现在比如说 日本棋手 对 我们大家就很少关注了 可能 平时基本都见不到 日本棋手的消息了 是的 而且在 新闻也不关注 对 新闻也不关注 对 没错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目前的这个技术水平 还确实是落后了 对 而且围棋 确实越来越兴旺发达 听说你刚做了一个 网站是吧 对对 这个我们也 我是希望也能够在 这个围棋的传播上 尽一份力吧 为棋友们 能够多提供一些方便 对 我做了一个围棋的视频网站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好 对 有时间去看一下 好的 小老师也多给我们指点指点 谦虚了 好 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呢 就是说 罗权他对十月很了解的情况下 他依然是放着你去为大模样 对 我看他没有阻止白棋 对不对 没有说很着急的就去奸冲啊 因为尖冲当然也是好点 对不对 这个隔得很远嘛 对 距离很宽敞 对 很舒服 他尖冲就能很轻松地打散你 是的 但他不这样选择 说明他也是一个很有个性 然后很不服输的这么一个棋手 他可不怕你 他觉得你撑你就撑吧 一会儿我再用方法对付 对付你 对 撑一个 场景一条龙吓不倒我 然后黑棋再拆盖 再拆盖 白棋小尖 这个小尖要值得去仔细的去说一说啊 这条棋是非常的好 应该说是致此一首 对于高手来说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选点 在这个地方是现在下到现在为止的是一个极锁 极锁 双方消长的天王山 对 我们一般来说理解天王山的概念都是像这种啊 对吧 这种啊 这是天王山 很少有说这个小尖尖 袖侧小尖尖 虽然是天王山 不容易理解 但在这个局面下 这条棋的确就是一个双方势力消长不可错过的一个选点 其实我把它换成黑棋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如果是这样 哎呦 你觉得突然发现这黑棋就长起来了 白棋就被压缩了 对 这样的话就是你看我越围越小 越围越小 它越围越大 对 这个我们就是举个例子啊 这样很显而易见的这样飞过来 就是白棋被大幅度的压缩 是的 你就围不过人家了 对围 但是如果这样呢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如果黑棋跟着我对围 反过来 白棋就可以压缩黑棋 白棋就越围越大 黑棋越围越小 这个黑棋显然也是不能接受 这也太愚蠢了 总之 是肖长的要点 对 这条棋是天王山 是 大家以后要遇到这种骑行 要敏感 这是不可错过的 黑棋现在跳起来了 黑棋跳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我对围围不过你了 对 棋子都在三路 对 是不要轻小你 即使是螺旋 他很有年轻 很有朝气 他很不服 但你也得按旗里下 对吧 因为围不过 我硬要围 那肯定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 既然围不过了 那我们就去破坏对方 就轻销 去跟对方互破 这是非常正确的思路 白棋冷静地拐过 这个时候不要乱动 因为一旦被加下去的话 可能会形成对共了 就不是你工人 对 黑棋在大乔 这条棋清零 好棋 作为白棋来说 显然是不肯在这一带在意 接下来 这儿瞄着炕 对 这边出头也很差 所以这条棋 是一个很好的悬点 其实面对大模样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迷茫 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棋到底是 相在哪好呢 就这种悬点实际上是最难的 也是最体现水平的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这个日本的武功证术先生 有这个宇宙流之称的 对吧 他最擅长的 就是在中府的一些棋杆 是 中府大家都迷茫的时候 他很清楚 他告诉你 这棋我走的哪一线是正常分寸 哪一线我很有把握 这个就很难 这是天才 像这种判断经验 都是体现你的水平之所在的 有的时候 有一次我问聂老师 我说聂老师 这棋到底应该销在哪 聂老师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 这个棋你觉得 这棋你销到哪够了 那么你就下在哪 这是你自己的水平决定的 并不是说我这盘棋 我告诉你销到这够了 你这盘棋学会了 你下盘棋还是不会 所以就需要你自己去总结和体验 非常有道理 对 我觉得聂老师说得非常好 就是大师的对维棋的理解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对 很值得我们仔细玩味的一些经典 其实我刚才讲的也是这样 武功先生 为什么他比别人强 就是因为他不是基于某一个特定的局面 他告诉你一招 就应该这么下 不这样的 那换了一个局面 你不会了 他还是会 对 最主要的是他的一个判断能力 是 这个天才其实与普通的大众相比 它区别就在这 就是在你在围棋上讲 就是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你想不到好办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天才来 用他的独特的判断方式 来告诉你就应该这样下 所以说这也是很体现出 棋手天赋的一个层面 看这招棋非常好 这招棋呢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它好在哪 你如果跟着它围 那么黑棋的下一招是天 它轻了 它这几个子就很轻 白棋扳 这个时候白棋当然要反击 对吧 你不能让他这么几个 全连上 全连上当后视用了 这受不了 对吧 这个轻飘飘的几个子 当后视用了 谁也受不了 他一定扳出来反击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千万不是 断上去 别说你面对十月了 你面对 这个谁 就是文化容忍你这种断的下法 这个断太过分了 你不知道在跟谁作战 人家全都是后视 全连起来的 这个时候呢 要外搬 对 这时候要外搬 这个再多说两句吧 我在我记得比较小的时候 在学棋的时候啊 就看这个马老 马尔春老师 曾经让我印象很深的 他有一盘棋 就是有一个 先跳了 最后再贴 然后人家搬的时候 他反而又气掉了 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的不理解 我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先跳一下再气掉 很奇怪的感觉 但随着这个年龄增长 随着水平提高 我慢慢的就能理解这个 高手的思路 和高手的用意 其实你如果直接贴的话 人家也是搬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只有外搬了 它一长 对吧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很普通的 那如果你看成这样的话 你再把这两个字放上 这个棋 觉得谁便宜呢 显然是便宜 就这两招的交换 显然黑棋便宜嘛 对不对 你这样你贴过来的时候 它这个棋紧啊 对 这显然差多了 它只能长 你这搬 自己白留个断点 对 只能长 长的话呢 这个是 好 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 黑棋跳一个便宜 对 大家再来看 黑棋再贴 那你第一个退了 你第二个 你就想搬 如果你这个退的话 就也可以 退的话 黑棋还是贴 我始终都搬不动 什么时候搬 什么时候搬 它断先手 你还得再长 它这个再贴 就难受之极 如果你这搬的话 这招棋的 这个作用也体现出来了 你搬的话 它一断 这是先手 它只能在这硬 你只能在这硬 接下来我这一路又打了 开车贴过来 这是太受不了了 大家看这招棋的作用 然后发现 这个白棋吃得很舒服 然后再一看黑棋 怎么那么大 对 你看上去也吃了不少 但其实它都是交换的 它跟你都是交换的 你要把这两手棋交换拿了之后 你就发现白棋其实就很小 围的特别小 什么都没走着 是的 而黑棋这个外面已经不得了了 这个就是白棋大败的一个局面 输多了 输多了 对 这个其实我们就能体会一下他这个高手的思路 他就弄两下之后 并不是要单纯的逃跑 一位逃跑怎么样 你要是围的话 他就是先交换两个之后 反手把它弃掉 这个思路实在是太高明了 没错 你不是说非要把自己一个全连上 你扳出来一个这个跟你猛站 这个好像太僵硬 反而是弃掉 是的 对 占到便宜的地方就够了 点到为止 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理论好像都比较强硬一些 对 但是现在这个 就主要的是白棋也不会这样 他不会走那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 我们经常看不到这样的局面 这个水银泻地一般的大气子 或者说是这个很流畅的一个攻势 就能怎么样 是因为对手水平很高 他不会给你一个机会 对 你想的是挺好 你怎么就气了 但是你想气人家还不吃呢 你觉得气的挺美 人家觉得吃的不香 所以说这个就是当今为奇的水平 就是的确是进步了 下面十月他是先挂的这个 是的 这个也是有通盘的构思吧 我觉得这条旗也是很好 他先挂 然后黑旗是尖顶 好像这个旗形在挂这边的时候 现在一般都尖顶 对 他就是说 简单的道理 就是这边价值不大 他希望你 强迫你往这边去拆 对 他不希望你去进脚 就是你单跳他就飞进去了 那就这么简单实际上 就他觉得这边价值很小 强迫你去下 挂两下之后 十月居然把这两个字当成背景 当成后试 这就是体现的力 一般来说人家尖顶了之后 你就赶紧拆 不然加过来 这不是很重吗 对不对 他告诉你 我不是重 对不起 我不叫重 我的名字叫厚 这个厚和重可是天仰之别 一字之差 他说这个我是当后试用的 对 他就攻击 而且他这个拆呢 如果说拆到中途半端 不管拆三也好 拆上面拆底下 他都不舒服 拆一半 他就逼到头 对 是的 他走这 要黑起呢 继续往前跳 对 还不可以往后练一个 在这 把起靠断 但你不连吗 我就把你断了 这上定 就这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局面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着 这辆很挂 其实它是很有用意的 对 他这个计谋啊 这个用意深远 如果说之前没有下 后再下的话 肯定下不成这个样子 对 你就后挂人家不会 他都不可能肩顶 下成这样 他先就 看给你的态度 你下这个肩顶之后 我就不客气了 之后我觉得呀 下一招这个 贴这个 这部棋 就是 一般的棋手啊 就是尤其是职业棋手 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不会有这种棋感 都这样 觉得这条棋 或者可以脱卸 不信我们大家可以问棋手 去做一个 调查 对 下成这个局面 下成这个局面 你下一招走哪 百分之九十五吧 我不说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五的棋手 可能就第一感想了 不想就沾上 先沾上 就是职业棋手的一个感觉 就这种地方 要把味道补干净之后 把拳头缩回来 下一招棋在猛攻你 对 但十月呢 他就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就是很直接 十月这位同学 他不跟你玩虚的 对 他特别直接 他就贴你 你怎么办 我断点我就是不补 力量超大 当然是他争自有力了 对 他真是很 现在 这位肩刚刚好引证 他扳的时候 正好我断了你 他特别的狠 他就是说 你如果退 他就一路弄过来 你什么时候敢扳 他就断你 对 就是也是很不讲道理的 但他也有 就是在他势力范围里面 对 都是他的棋子 所以他敢吓得那么凶 敢吓这个 我们有时候说 这个棋手 就是一个棋手 吓得很过分 我们叫强盪行为 你说他这个强盪行为 好像也不恰当 他其实显得比较强势 对 就是他特别强势 他也是不太讲道理 强盪是什么都强 什么都 他这个好像有点像警察 你敢强吗 我就击毙你 我就抓你 非常厉害的 这个国际刑警 它是属于 另外一种感觉吧 但总之也是很强 很有意思 白鞋就把它断了 就给断了 这肯定断了 由于针子有力 现在不能长 长了就贴过来 你针不掉它 所以黑鞋 网络人压 但是我去觉得 他这个下法 就好不好 还是得硬说 不见得就一定好 就是不见得 白鞋贴过来 他是把自己下的 铁厚铁厚的 但是这边呢 也损失了 这个转换 人家损失巨大 这个本来白鞋的一条边 现在黑鞋吃的 木树不比白鞋小 白鞋现在只剩厚了 就全白鞋 没空 就只有厚 这个地方呢 还漏着风 然后这上面呢 还能 被人家冲击两下 对 这个底下 脚上将来也漏着风 没能进去 就是 看上去吧 白鞋 是比较空虚的 这就是只剩厚了 比较符合他的目标 对 这就是蚀热的西风 接下来他这个 他对后视啊 特别会利用 这也是 他强的地方 就比一般骑手强的地方 一般骑手下来后视 就干后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特别会用后视 然后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 还有就是十月 对维席的理解 可能也是这个 他会这么选择的 一个原因吧 就这后视出现的 越早 我们经常说 后视 这是一个 一个起理 很重要的一条 后视出现的越早 它发挥 价值的空间就越大 对 它的价值也就越高 没错 你在官子阶段下一个后视 那不值钱 一毛钱都没有 对 你在布局阶段下一个后视 就是非常的可怕 你会影射全局 对 其实越少的时候越有用 对越有用 接下来我无论是打入你也好 还是我自己围也好 这个后视将发挥这个 巨大的作用 对 就相当于两军打仗之前 我们先穿上盔甲全副武装 对 就这种感觉 这样的时候 在两军队垒的时候 你这个武装好的 武装部队 是吧 高科技武装部队 肯定比你这些 没有武装的这些选手 要厉害得多 对 但你要仗都打完了 最后就收拾残局 收关的时候 是吧 这个时候 你再把自己下后 在武装前没用了 你没有敌人了 已经 对 所以这也是围棋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棋理 就是十月 我估计他可能也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他宁愿花很多手棋 去把自己下后 去付出很大实地的代价 对 要把自己下后 他是有一个全局的一个思想在里边的 对 一般来说 一开始形成后 都是要付出实地的代价 对 但十月他觉得 这个值得 可能是 对 然后他走这 低住 这个就看出了 这个很狡猾 之前先交换两下 他是有失眸远律的 长 下一招黑棋的下法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容易猜得到 不可思议的时候 有些感觉 是的 我也不太容易想到 如果没有看棋的话 肯定不会往那想了 对 棋 那么接下来这棋 黑棋究竟下哪了呢 请猜一下 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对 大家可以猜一猜 不容易想到 那个刚才乔小师姐说 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 是 我也不太容易想到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螺旋和十月的精彩队局 刚才说到这个黑棋 接下来这部棋很难猜 对 容易想到 他究竟下哪了呢 他往这打入 居然往人家这么厚的地方打进去 深水炸弹 这个就是 投下一颗深水炸弹 对 就不知道作为白起来说 看了会不会上火 肯定上火 所以这个看了 谁上了都觉得上火 我们这个已经经营了后市 专心经营后市一百年 下成这样 然后结果这么不给面子 是吧 深深地打入 一般来说 看了就肯定很上火 但实际上 我们去仔细去挖掘一下 这条戏的用意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很 怎么讲 不是一个很无理的下法 而且是一种很灵活的下法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构思 对 看白起怎么硬 对 它是一招温英手 实际上换句话说 它不是一定要把这招棋 就是死一白咧地跑出来 对 首先呢 就白起实战 它肩这个 这招棋是最容易想到 这招棋是绝对的正招 因为你不走的话就不行 不走的话 你这个被人家弄过来 不对了 那你变成自己忙活 你可能又得下这种大苏手 为了出头 就完全不对了 所以说白起一定要先出头 这肯定是正确的 先出头 它最好的棋型 当然就是小尖了 对吧 既出头 同时又压迫黑起 有了这两招交换呢 其实黑起它木树上并不亏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理解一下 因为它可以斑毡以后 它一会儿这一斑毡 这个斑毡非常实惠 很舒服 斑毡之后你就发现 它实际上等于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大家冷静地想一想 它起到了一个先手斑毡的作用 对不对 这双起起到了一个先手斑毡的效果 如果你如果直接斑毡的话 不一定是先手 你直接斑毡首先不一定是先手 再一个你直接斑毡 就算它补 它更厚 它气性更好 这个将来是有很多味道的 这个将来比如说它震过来之后 它就有加什么的 这个地方味道并不好 所以说即使它斑毡 它这条鞋不亏 木树上并不亏 而且它这条斑毡 它不着急 它可以以后 外面占尽了便宜之后 它再考虑是不是斑毡的问题 那接下来它就走了一个这个 跳出来 跳出来之后 我们再讲一讲 这就是越来越清楚了 它这个思路非常的连贯 越来越清楚了 跳出来之后 如果你没有这条交换 直接跳 它肯定是冲断你 这想都不用想 白琪肯定是把黑琪冲断 对 那接下来呢 黑琪这个贴一个是先手 就长在这 对 正常 要不然斤死了 因为这个打掉了 现在 对 贴一个是先手 但你这边即使先手没有用 因为什么人家立先手 你这边拿不住它 对 你拿白琪没有任何办法 对不对 那如果再看实战 它交换了一手 像是这样之后 这个局面就完全的不同了 这局面首先我们说 就是你想直接弄死白琪 也是不现实的 就是它可以立 对 它这个立先手的话 一旦跳出来 而且你这挡住的话 它一路立还是先手 一路立先手 它可以断了就行 断了黑琪就不行 但这时候黑琪不用着急 黑琪可以先长一个 等它立完了 对 它立 然后挡住吧 它这个可以跳 其实没问题 是的 但趁着这个时候 把黑琪再一靠 就是两边纠缠 缠绕进攻 这个白琪有些麻烦 是的 它不太好走 不太好走 你这个地方 你不能再走 这边我闷进去就死了 受不了 你就走这个 所以黑琪先把这个头尝出来 接下来你又看又坏了 这个头要闷 这个头要闷 怎么办 两边来不及了 对 这边我即使轮你一下 白琪一下 白琪都很难跑了 都已经很苦了 何况这个地方还欠一般 所以说这个琪它是深谋远绿的 这个黑琪它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构思 它接下来要缠绕你 它主要是为了要跳出来 要跳出来 对 让你冲不断 让你冲不断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理解 螺旋的这个深水炸弹 它深水炸弹并不是要炸你这个 把你炸的怎么样 把你炸飞 对 它是吸引你的这个注意力之后 它要跳这个 它要干这种事情 它是另外一种思路 对 它这个还是挺有策略的 很好 像很好 这样一来 白琪就无法冲断它 有刚才的变化 白琪显然不好 有贴一个 贴黑琪一场 这个头已经出来了 现在已经冲不断了 这个对 这个琪可以说 黑琪收获非常的大 很成功 很成功 收获非常大 白琪立下去了 二六立 立这个 往回一点面 对 往回一点面 对 往回一点面 你既然 是吧 这边都被你便宜的这么多了 那我们 得考虑考虑 让你这个子 让你这深水炸弹 进来你就别出去了 要损进来 对吧 你比如一会又搬毡 你不损了 那我哪受得了 到处让你便宜 然后再搬毡 然后再搬毡 这太气人了 两边便宜了 我就打了一下 损了一下之后 两边占便宜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 挺狠的 看到你比它更狠一些 就比较狡猾一点 这就属于是 是的 次序下的更好一点吧 可以 这个力还是巨大无比 这张力 对 像黑旗飞出来 对 它也是很坏 考验它 对 成天在这 它就是 你可以来吃我 但是让你吃得很不爽 这就是它的一个构思 一起贴 一起撑 然后横跳一个 在这 横跳一个 这也是比较凶悍 这个旗本身 白旗这个硬腿都是先手 另一个都是先手 要不然这有个冲断 它得硬一个 但是它硬的 它有可能会关系到这边 对对对 白旗这个就是损眼 这张旗你 是先手 但是你不能随便下 这样一来一段一段打就先手 对对对 这块旗有问题 可以说它这个旗 次序也是很难掌握吧 嗯 不太好走 很跳一个 它倒算 脾气还算挺好的 我觉得 它也不算脾气好 这个就是脾气好的话 是这种度过的脾气好 那你这也白被人家便宜一下 那肯定不干 肯定不干 它这个脾气不是很好 它这个先把你下重 对 它让你这个跑两步 要搬住它 我知道 这样 这样你如果要是弯这种 它就 它先走两步 它脾气就好了 你走的时候 它可能就把你下重了 它就度过了 就啃下这种旗了 那你外面且跑呢 那对 你这个离家去远着呢 是的 但是它黑旗呢 实际上单搬这个 这个也是只此一手 那就算了 肯定把你断了 吃的还是挺舒服的 挺大的 对就吃掉了 黑旗断打 再上 然后把这个挡掉了 对 这个黑旗舒服 如果它这个 这个阶是接不上的 这儿有一小阶 对对对 它连不上 所以它还是挡掉算了 这首可以看十月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啊 就这个 其实它下得很撑的 白旗是下得很撑的 嗯 它到处都撑住 嗯 就是 但是 它撑住也是有前提 它下得很厚 之前下得很厚 你像这种地方看上去有口 但你出不来 对 它 这里一旦被断掉 这三个子基本上已经死了 对也死了 没有在里面有什么手段在折腾了 它长一个 白旗二路跳进去了 嗯 这其实就是说 白旗来讲啊 这几个子它肯定是能吃掉的 但是黑旗呢 它也很狡猾 它利用这个妻子 它外面占便宜 它不是一定要跑 嗯 所以说白旗这个时候吃的时候 就不能太猥琐了 就是补一个吃 那是能吃掉 就走这个 是吧 这个可能还将来还能打过去 有点不舒服 反正 走这个 这肯定能吃掉 但这个肯定是太亏了 将来人家可能挡一个 还有先手味道 嗯 对 外面利用太多 那它吃的太不愉快了 不愉快 哦 一定要把空抢到先 对 吃的尽量大一点 黑旗小鸡 它就是争取不收气吧 嗯 是白旗的一个理想 断打 黑旗呢就是争取让你收起 所以说啊 这是很简单 嗯 挤打一下先 嗯 它就强调我这个要先手长帽这里 嗯 然后白旗再把这个贴住 对 白旗再把这个贴住 这样的话黑旗 嗯 收气的这个理想没有实现 但是呢 嗯 再先推一个 然后白旗再二路点它 嗯 这个气是这样熟的 但是它造出了很多的味道 对 它再跳一个 就我们看黑旗啊 不知不觉之间 用戏子把这个右边已经撑起来了 对 因为刚才我们说白旗很厚 右边它很难围 围不出东西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眼见着它右边就已经撑起来了 嗯 我觉得黑旗下的还是挺好的 黑旗下的很不错 这个看出螺旋 它确实是 挺有实力的 实力非常强 嗯 而且这个白旗的后视等于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它没有说让它自己鼓起跑出来 这样的话 它的后视就容易发挥作用 而且也容易实现它的目标 嗯 涂龙 涂龙计划 它现在就是走这个 白旗震一个 嗯 这个时候白旗也要自身也要注意安全问题 因为它可以跳出来 对 嗯 这个地方它一跳出来 白旗是 挺难办的 就就是气很紧 这个地方气很紧 黑旗有四口气呢 在上面 对对对 那这 这些且走呢 人家也要求不高 就是从这儿能贴过来一刀 然后把这底下的空拳围住 你肯定数多了 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靠这个 这个也很讨厌 哦 靠完了还能冲是吗 对 靠完你很讨厌 你要是扳这种的话 就先损 你还把它打一下 这太损了 嗯 下扑手 你要扳这个的话 就是气又特别紧 它将来这随便有点紫儿一断你 就直接把白旗齐筋 就有可能拿下了 你要是拐这个的话呢 它这一冲过来 大家简单算算就知道 这里面也是气太紧 很麻烦的 很麻烦 所以它这个时候选 震这个其实也是间接的补气 对 这是一个步调 它本来就是要补一个的这样 先震一下会好一些 对 黑旗走这 然后黑旗走这 这个非常狠 它就挤一个是绝对先手 它步子卖的很大 走在这 它要求你补回去 你不补的话 我准备跑出来在这 对对对 白旗就补补了 白旗走这个 嗯 接下来 下到这儿我认为形式还是差不多 嗯 我觉得甚至黑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优势 它下得不错 对下得不错 对 这个时候下一招旗啊 我觉得它这个下一手表示严重的质疑 嗯 罗贤虽然刚才我们这一直在夸他说下得好 嗯 下得好下得不错 但下一手其实它是走在这儿 这个尖我觉得是太小了 这是不能考虑的一手 你觉得应该怎么下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吧 哦 先跑出来 那我很奇怪的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个 它不是走这儿不是就想把这个跑出来吗 它为什么不能跑出来呢 嗯 这个暂时它可能不是为了跑 它就跑出来不见得成立 哦 你就这样 嗯 然后你接回去 哦 打一下吧 打一下吧 嗯 然后我在这儿怎么下的 走这儿吧 这儿吧 对对对对 可能有点便宜 但是 嗯 我很想把这个跑出来 我就走这个吧 单接吧 单接是吧 就算了 嗯 嗯 嗯 是这样下的 对这样一吃 就是白旗 那这样不是很大 黑旗当然是有收获 它管吃一个 马你一下 你走这个大概得提了 嗯 很痛苦这个 很麻对 它提了然后它把这个走走 这个就还好 是 嗯 这觉得获利不是很大 底下还是被人家守住了 看起来这个逃跑不是想象中那么厉害 嗯 不是那么厉害 嗯 我是很想把这个跑出来 是有跑 是有跑 这个就还是看看时机 还是看看时机 因为你这个 一个是这边有跑 再一个是这边 就是你有各种先手 这个先手 这个先手 嗯 我觉得就先走这个 这个没问题的 先飞一个 对 黑旗这边如果全都围上的话 这白旗拿什么跟黑旗比空 我别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太大了 对不对 嗯 就算稳健一点 像这个我觉得也可以 像这个的话 你挡 我就把这个都飞住 这个也没吃干净啊 这个就算吃了 首先它这个没吃干净 走了走 嗯 就算你给你吃了 我就二路煎一个 嗯 这也没关系 这 显然是 为右边 要比这个 底下这个子要大得多 对 这个其 我老惦记得它跑出来的是 啊 它跑出来是有可能跑的 现在大家不太适合 对 暂时你可能 这边不是主战场吧 因为这边已经都定型了 双方都已经很厚了 嗯 就是木属问题 主要是这边 主要是这边 对主要这边 看可以能不能把这块大空给围上 对 它虽然这个无条件的让人家走到了 这个是 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种选择 不知道 当时的时候 我觉得它肯定 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要围中间的感觉 对 我觉得最狠的就走这个 嗯 这你怎么办 这个子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 它这个先手 这个先手 就是跑是跑不出来的 我要顶一个呢 比如说 你要顶一个的话我就长 然后再靠回去 对对对 白棋大概会选 我得往里钻吧 我觉得不能让你围上太大了 实在是 但即使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也还是很大 这围的还是很大 依然挺大的 巨大 是 这个效率太高了 你这进来 震一个就死进来了 就该死 没发挥任何作用就牺牲了 这这名同志这个太可惜了 死的有点太圆了 太圆了 没有价值 对 这样的话是 黑棋 我觉得还是黑棋很好的一个局面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这个太大了 吃的 它走这个 然后接下来白棋呢 越沾越勇 放进去 斑 斑 这盘棋就是后半盘尤其的精彩 然后接下来就很多 有意思的棋 这个白棋首先这个下法非常好 要吃 对 你以为它是靠你来跟你拼命 跟你那个 就是 拼刺刀 去使劲掏你这块鞋 不是 它就是先手便宜 这个是在普通情况下 不能考虑的下法 但是现在的局面特殊情况 它气了 是啊 气了 其实你反而看底下瞬间缩水 变得这么小了 刚才一围巨大的一块 现在变得这么小 而且它上面加厚了很多 对 下面它变成一块那个实力了 它现在一靠 你现在跑了你别想了 我就成天惦记得跑了 对你现在跑没了 不仅是跑没了 你这个还得交代一下 然后黑棋挖这个 要不然这个紫如果死了的话 这白棋乘的空 可不得比黑棋还多 对 然后白棋倒是 像黑棋 苦肉计 翻吃一个 把这边都卖干净了 然后把这个紫连回来 但是还是落了一个后手 白棋跳这个 白棋这个 给回补一个不然这样不好 对 这样白棋 他说把这个薄位吧 这点薄位再补上 是的 黑棋到这 真是不大 这个是最大的了 这个显然是全局最大的了 嗯 白棋点刺在中间 再去冲击一下黑棋 看看黑棋是怎么应对的 黑棋打刺 介绍 黑棋选的这个贴 这个贴将来其实有点问题 因为将来白棋冲过来的时候 对 是挡不住的 对 但是现在黑棋反正总是 已经破破烂烂了 已经是没办法了 他剪这个 刺一个 挡 然后冲断 冲断 这个时候白棋的厚味 就越来越发挥了 就在后半盘的时候 白棋之前 先把自己下铁厚的这些 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是 这样一来脚上的木树就不一样了 对脚上木树不一样 脚上木树白棋最简单 他可以点两下 爬回去 对 点一下爬回去 这个就很大 收获非常大 对 他还可以以后还有其他的收官方式 一会再说 现在白棋在这边定型 他靠的这个 对 这个定型手法也是 比较少见 这现在呢 就是这个局面现在有两处大棋 嗯 他实在选择这个靠 是 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 这个大 对 第二个就是这边的脚 你如果走这个呢 他尖 尖了爬 对 这个也大 这两处都大 实在呢白棋先靠这个的意图 就是说像他实在也是搬 这个当然不是靠了手控啊 他是企图先手定型 他想把这边收住了以后 赶紧把这个额头 对 他先先手定型几下 之后他再来收这个 这是白棋的一个思路 没错 是这样 对 接下来白棋搬这个 这又是很巧的一个次序 嗯 这个时候你如果断 那么他就打 对 就打着了 算了 我就赶紧收一收把这个抢了 这是白棋的理想图 嗯 关键是把那个 走到 这个先手 嗯 然后他把这个走了 嗯 对 这样是白棋的理想图 没错 你如果要是尖这个 你不敢断 就是说你尖这个 那白棋就已经便宜 它直接就脱险了 嗯 是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黑棋到底是怎么下的 对 这个地方但是又发生了一场血案 这是怎么 怎么进行的 对 怎么进行的 也是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螺旋和十月的对局 嗯 刚才呢讲到这里 这个黑棋接下来到底是断还是不断的 还是走别的呢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其实很纠结 对 一个断的话就不太便宜了 这些黑棋不够了 嗯 从实况上来讲 黑棋是不太行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 黑棋这段血太缓了 太困了 关键时候怎么 来个这 这个不行 就是 本来还不错的 好像 黑棋 吓出了气势啊 这个地方一直气紫 吓得很漂亮 突然就掉链子了 就是 就是 在最关键的时候 突然就是 气势上 就被人家那个给打回去了 重要的一个技师 嗯 这个时候螺旋他又发挥了他的一个强项 冲 他这名选手后半盘极强 哦 是这样 后半盘特别的厉害 对 分析反击 接上 沾上 大家看了 白棋不接上了吗 说你上脚上做活这样 完全不是那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要把它断了 然后呢白棋当然是要搬住它 对 看起来气很紧 你这猜三口气怎么跟人杀呀 气不够 看上去是蚂蚁器已经铁定了 但是 嗯 他搬在这儿给你做结 很顽强吧 看起来 这个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这就是说你不能弯 弯的话 他从这边打结了 对 你弯他跟你这边杀 这个太讨厌了 这边杀呢 这白棋太重了 这都是景气结 对 都是景气结 这样的话 瞬间白棋这个压力就 压力善大 压力就上来了 这个是 是的 你不能这么干 这个如果打败了 脚全死了 对吧 没错 所以说白棋还是 冷静 打住 反正都是景气结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打结 这个棋就是说 拼得非常猛 这黑棋拼得非常猛 嗯 他不肯让你被你牵手便宜着 就像说一个天涯结 有可能感觉是 你找不着比这个 对 就巨大一个结 那黑棋还是有信心的 黑棋挤一个 他有结材 所以他不担心 因为他死为怕 他之前卖下了伏笔 提掉 对 然后白棋冲了一个 他本身冲一个 这个结材是烧损 烧损 嗯 为了打赢结也没办法 然后黑棋这儿有结 关键是 对 这儿也是结 他要挟你 搬的时候他先提 然后这个时候 白棋一看 这打不赢啊 这人家搬先手 这还有先手 结材太多 是 对 所以算了 回头是按 说黑棋先挡一个吧 对 挡了一下 在街上 他提掉了 这个黑棋便宜不少 嗯 这变化黑棋总的来说 黑棋便宜了不少 白棋如果早知如此的话 呃 这这是不是不要搬 直接打尸呢 对对对 不直接打尸 直接打尸 后手 他担心这个人家飞进去 来不及了 白棋的确是挺难选的 但我觉得最起码他这下 就是你冷静啊 就搬的时候 白棋就搬退 要比实际上好 嗯 这个最起码的是 你少扑了一下 这能搬着一下 哦对 那边的猛手会有差 搬着一下就差两次 是的 等于这个 其实这打结的交换 可能黑棋没有损 这白 反而白棋损了 就这一下 对 他这个棋是完全不损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这一下也不损 是的 因为本来他也走不着 你搬沾人家这顶是先手 是的 嗯 就是黑棋没有损 白棋反而损了一下之后 又这儿又损了一下 所以主要这个铺 嗯 损了良母棋 对 这个斑变成你顶打 你是个后手了 对你没棋 是的 这个地方十月是 有点吃了个闷窥啊 吃了个哑巴窥 看上去那个打结 弄个天下棋 你打不赢人家 你还是得忍气吞声回来 然后白棋接下来干你棋 这瞬间就细了 这棋 他退 他退 退的话我就跳 跳下来 在这儿 你要是挡我就点 这是好次序 把这个接上 嗯 冲 挡住 藏过来 接这个之前又交换了一个什么次序 是吧 黑棋是吧 对 要不然就吃了 嗯 对 下盘很细腻 对 他下的非常细 我喜欢强项就是关子 是 看他怎么收的吧 对 后半盘收的还是很精彩 冲这个 还单粘呢 对 可以单粘这个 这个接下来就是 我们可能得稍微加快点进程啊 嗯 因为在最后的阶段发生了一件 可以说是这盘棋最有看点的 最精彩的 最精彩的一个环节 是 是发生在最后收单关节 可以说是 都已经没有关子了 突然发现 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非常意外的变化 非常意外的变化 你组这个就好齐 挤打一下 嗯 截住 截住 把这个接回去 嗯 对 黑气肠 嗯 嗯 然后 把这个搬沾了 把它 现在黑气肠这个是吧 对 搬沾这个 接上 你看这下冲的这个 恶味体现出来了 本来这个骑行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他至少以后可以搬这个 嗯 这脚上目数不一样 不一样的 是 亏了一目多 那刚才还不如不要打结 直接走到这儿就得了 啊 就是说 这不白亏了 这个白亏了三目了 现在看来已经 嗯 这个很 很不可思议 对于十月这种 十月后半盘非常扎实的选手 那肯定 他不应该 他犯这样的错误 嗯 他还是比较乐观 我估计他当时 这骑的确本来是 好搬一样 白旗其实明显好 然后团打了一下 在这儿 嗯 接上 立下去了 白旗这个十月之中 这一代下的行云流水 嗯 下的很漂亮的妻子之后 这骑就 已经没问题了 应该是 那后半盘就 越下越细 现在 看起来还螺旋的后半盘 还是厉害 对 他后半盘相当的强 嗯 这虎 这虎我又没看明白 他为什么要虎一个 就是为什么要补一个是吧 对 嗯 这个 看起来好像 嗯 就是局部的话 有点齐可能 对 他点这个什么 点这个我就弯住 点这个就 就是沾上 对 我就沾上 对 我当时看了是沾上 也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要走这个 对 我就怀疑当时 是不是浦的问题说 挤完了之后 他再挤了 他才虎 可能是这个挤反了吧 可能白旗是先挤这个 再挤的这个 有可能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们不去纠结他了 总之白旗是挤了 对 挤成这样了 是的 然后黑旗 他弯了一下 中间 挡住 再跳 对 这个很大 但其实 大关子已经不多了 双方可收的地方 已经不多了 嗯 也就是这个挤了挤 后面看来是直接影响收复了 对 这个很重要 太牛了这两手旗 很重要 十月下的这两手旗 太重要了 他有些念知名 看起来 难道说 真的是 算到了后面 这么深的变化吗 嗯 现在白旗接住了 他弯这个 对 好 白旗收了 然后收在哪呢 冲 弯住 嗯 接下来就 其实没有什么关子 要顶 冲了一下吧 他现在还没冲 他先打吃 对 接上 他拐的时候 他特别狠 弯在这儿是 对 对 这里面 全部撑入 冲得太满了 这个智能收拾 因为你这儿跳出来 不长气也没有用 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 黑旗得接一个 接两个 接三个才能收进去 是的 这边只要长不出那个气 它就有15孔 嗯 我要一个黑旗先交换了 它解了一下 这时候应该是双方都堵秒了 各种打僵 是 所以我们看的基本上 它这儿来一下 那又来一下 冲一下吸一下 对 冲一下 可能是必然的 然后它扳断它了 嗯 这样 嗯 定一个 把吸一下 可以去接上 再这样 对 要把这个冲 再冲这个 嗯 再冲这个 我们就加快一点进度 嗯 再摆得稍微快一点 然后搬这个 这个搬沾很重要 搬沾 对 搬沾很重要 嗯 决定胜负的一搬 是的 那这个它没沾 它先走了一个什么 它先冲了一下 它这儿冲了一下 反正冬一下 西一下 嗯 对 其实都是独秒的产物 这个时候 黑奇呢 黑奇呢 弯了一个 嗯 弯了一个是 师傅看是 自以为是的下法 对 如果说它不弯的话 这个局部 白奇要收的话 它是就斑沾吗 还是怎么收 白奇斑 白奇斑沾之后 可以脚上补两个 对 它弯了一个之后呢 它觉得脚上就将来补一个 它搬这个的话 它能挡吗 不然这个的话 黑奇能挡啊 它挡住的话 它点一个是什么东西 点这个是吗 对啊 嗯 你看到好像不太活呢 哦 它活还是活的 它顶完 但是这个木数很惨 对 就是得补两个嘛 哦 反正是补两个 对补两个 活的是活的 就是因为它气长 它顶住就行了 嗯 对 对 这是一个板巴 板巴 对 这是我 他也问 帮我也问住 对 长白黑奇就收个气就行了 对 对 因为现在这个黑奇气长 所以不怕 因为我们平时做的板巴 是这团住的板巴 跟这个骑行不一样 对 所以看着有点 觉得有点怪 白奇斑沾就接上 对 没关系 反正你这团哪个我就提 这个里面还是活的 或者它团这个也行 反正都是活的 这样 这都是活的 总而言之是补两个 补两个 那他以为呢 这一弯之后 它里面只需要补一个 对 他这反正有断头嘛 他总是要补的 对 也不是说他以为 就确实是他只需要补一个 但这里面很有意思 白奇点 嗯 在这儿 他就靠住它 对 打吃 嗯 这很妙 黑奇呢 介绍 他接这个 对 就这个 这个时候你如果接这个的话 你里面 黑黑 就得补两个吧 他一间 将来 对 那间一个是补 间完你就得补三个 三个 啊 如果不间的话 黑奇这间来一团打就不用补 对 这个地方留有一个带木的棋 没错 他先考验你一下 你到底留不留这个 嗯 黑奇当然接上 对 他一提 他一挤打 挤打 这个局部就产生了一个 是一个连环节 嗯 连环节呢 他只需要补一个 但是问题在于连环节的话 人家就有无数个节材 对 连环节后面就发生故事了 这个连环节就 就很有意思了 嗯 它下成这样了 现在 下成这样了 然后我们再摆几步吧 嗯 但是后面 如果把这个单关全收上 有点困难 然后怎么走的 走到这个断了一下 对 它断了一下 然后接上了 把这个充了 接上 对 然后白奇 白奇收的那个 我看一看 白奇收了个斑毡嘛 这跟结材有关系 对 后面的最终的变化的结果啊 让我想 就是说 可能让人有一种联想 就是 是不是十月设计好的战略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这有点太神奇了 对啊 就不可思议的 它不可能一早就已经算清楚了吧 这个也太可怕了 我觉得 对对对 但是你会记得 好多这个次序来讲 我觉得不太像 不太像 它一早就设计好了 那就是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不可能是 对啊 但是你从这个后面结果上来看 你又觉得 悬而又悬的是 它好像每步棋都是在构思 都在设计 它都在算计你 这很有意思 我们就还是 把悬念留到最后啊 到底怎么回事 它冲一个挡住 然后黑奇把这个给尖了 接上 对 把这个该走的都可以走了 然后它是不是走这个 暂时 它是不是爬了一下 又 对 这都属于打僵了 都没有意义 它走这个 提掉 接上 把其接上 然后黑奇把中间这个挖了 挖了 对 其实现在就马上就没有带木的棺子了 对 然后它一挡 黑奇接住 接住 然后白奇把这个团了 对 对 嗯 这个时候黑奇已经冲掉了 这下 嗯 对 老老老先冲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故事就来了 给你打吃 它接住 这个时候呢 黑奇是可以选择补齐的 由于 之前双方观子的这个巧妙的配合 嗯 在双方巧妙的配合之下 终于下出了一个半目胜负的局面 嗯 确实 这盘棋大家注意 这盘棋是三星杯 是韩国规则 贴六母板 韩国规则贴六母板 也就是黑奇盘面七目就可以获胜 嗯 那这个时候目前的局面 现在轮黑走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局面啊 当前 只有一个带木的棺子了 现在全局啊 整个全盘就只有一处是带木的棺子 是的 就是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 如果白棋接上的话 如果白棋接上的话 那么这盘棋 黑棋再补一个 黑棋是盘面七母 盘棋 可以获胜 换句话说 如果黑棋这个时候 自己直接补一个呢 白棋团出这个 是盘面六母 黑棋是要输半母的 就是这么刺激的一个局面 就差这一母 就差这一母 那我们说了半天 为什么补一个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要补一个 你想干什么 这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 接下来 是 它这个次序是一步都不能错的 一步都不能错 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说来分析一下 这个棋 所以站在螺旋的立场上讲 他肯定点青木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你输一目棋 输半目棋 跟输一百目棋 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是输 都是输 所以说在一盘棋当中 棋手追求的就是一个胜负 就是追求这一盘棋的 就是胜负而已 那所以说他点青木了 他就一定要打这个 这招棋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 必须得这样讲 必须得打 是的 只有这样才能争胜负 那接下来 咱们就看看十月的表演 我们刚才刚说过 这个还很有意思 是跟左上角还有关系 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连环节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左上角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留了一个连环节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在这儿冲了一个 先把他上面这个给连 气给他收紧了 让他先补齐在这儿 嗯 紧 然后 对 黑棋得补齐了 要不然被人家一粘就出齐了 对 提节 先 白棋打吃了一下 白棋打吃 对 接上 接下来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做好 都看清了 黑棋铺进去 做一个连环节 连环节 在这儿 接下来十月开始亮刀了 出招了 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他到底怎么走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 这个时候 白棋的杀招 加进去 嗯 绝妙 如果单拐的话 人家一喉 做连环节 对 好 所以说呢 这期 妙手是架 一定要走着 黑棋没得选 他只能粘上 打吃 粘上 再拐 再拐 这两步棋的次序啊 是 不能有失 不容有失了 就是 只此一手 就是 必然的次序 如果下错一步的话 下错一步就不行了 就没齐了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是 还是十月 基本功非常扎实 而且这个打 不打也不行 恨不得在这做个眼睛 对 不打不行 他做个眼睛就不行了 就没齐了 是的 打一下 下沉这样 这样 黑棋只有拐吃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局面了 拐吃提 第一个 这几招都是必然的 再打 再打 白棋提 黑棋 这个接下来呢 如果正常的话 白棋有一种下法 叫做连环节 连环节是怎么下的 就是铺这个 铺这个 铺这个它就提掉 然后呢 白棋可以利用上面这个 连环节 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局部是连环节 这个局部 黑棋可以提这个 局部白棋死了 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 白棋已经死去了 但是呢 别忘了 左上角还是个连环节 两个都是连环节 两个连环节 这叫什么 四节循环 对不对 四节循环就是无胜负吧 如果有四个节 就没有这个节 双方谁都不能退让了 是的 接下来你提这个 我就找那个节 我提回来你就提回去 嗯 就是一个无限循环了 对 除非说黑棋能把这个提掉 我把那个节补了 然后白棋提掉 接着打这个节 那这个不可能 这个黑棋怎么可能打这个节 对 这个节打不赢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四节循环 还有我们刚才说 在最后关头啊 这一盘棋都快下完了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这么有趣的故事 这个太有意思了 如果下成四节循环 也是千古棋局啊 对不对 我们之前见过有一些和棋 比如说在之前的 有一盘鼓励对李适时 对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 去年还是前年 那个四节循环 跟这个情况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也是下成了一个四节循环 对 也很有意思 三节循环吧 四节循环下成了一个和棋 也是说这个千载难逢的 对 他们那个四节呢 好像还可以沾一个节 但是这个四节是谁也不能沾的 对 这个四节特别紧 就方方必须提来提去 提来提去 就麻木的那个提节 但这盘棋 接下来发生的剧情 又出乎我们训绕了 接下来十月呢 他经过仔细的判断思索之后 毅然的选择了一个放弃四节循环 对 直接打爆你那种下巴 这个太牛了 我觉得十月的确是勇气 勇气可嘉 计算力太强 计算力太强了 我记得在当年 你看他断了在这 嗯 他现在是断了一个 我记得在当年那个三星碑的时候 经典中的经典 罗喜和对崔泽汉 那个也是三节 三节循环 对不对 但最终结果是什么 三节循环喜和胜 三节循环应该无胜负 但是怎么三节循环喜和胜呢 就是他后面又有差距 对 他算清楚了 算清楚了之后 他不跟你下三节了 他放弃了 他跟你选择一个打节 紧气节 没错 把大龙七给你了 他赢了 那盘棋是非常经典的 那个就属于要有精确的计算力 而且要保持清醒 你别搞不清了 我倒是其他人了 最后弄巧成拙 一放弃了之后自己输了 不对 这盘棋十月复制经典 可以说是 对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下的 他尝这个 他根本就不跟你打那个节 对 不跟你打这连环节 放弃了 铺这个 铺了之后 当然黑气提 他提了一下在这 他就是先交换一下之后 这个属于有点打浆了 打浆 它团了 团住 这个太牛了 太厉害了 这个就不跟你打节 他觉得这节 虽然是缓洗气节 缓两气了 局部缓两气 但是我就跟你打 但是黑气消不掉 这个节 黑气消不掉 因为这个地方 它先断了一下之后 你如果接 他比如说这个铺 这个是不入气的 你还得走那个 然后它伸进去 这样成井气节了 对 如果说这个节 你要是黑气找节 提也没用 我那边连环节 无穷的节才 给你泡着 所以黑气来说 大家想想黑气是有时候 只有一种下法 先消节 他是先提了一下 不过反正 不过反正没什么区别 没区别 提这个 提一下这个就是 过一下银 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读着秒 先提一个不愧 在这个想清楚了之后 还是得先把节消 对 黑气就只有一种消法 先把节库给你消了 对 这个节我们再慢慢打 白气扑 扑进去 黑气提 打节 打节 真刀真枪的打节了 他打吃 但白气只要便宜一点就够了 对 你这个被提了肯定是不够的 嗯 提掉 白气本身目数来说 一目齐都没亏 嗯 白气是没损目的 嗯 然后现在该黑气找节 该黑气找节 对 黑气先断打了一下 这些都是 很顺手的节材 白气打这个 打吃 接上 提掉 黑气打吃 提掉 提节 现在白气冲这个 提掉 提一节 这个时候白气提过来了 黑气靠这个 靠这个 啊 这个找节双方找了一会儿 对 提 顶了一个 顶 接上 啊 这个我们就快点摆啊 都不去管它 就找节没有关系 然后下到这的时候呢 黑气是走了一个粘 是 嗯 这个粘呢 是白气直接一打 就形成了一个 紧接 紧接 就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一个局面了 一打 黑气 一提 嗯 白气 在这自杀式的 他伸了一个 伸了一个 对 黑气就认输了 因为这期如果一旦提过去的话 我万劫不应就把你抓掉了 你这个地方如果被我提过来 我也是万劫不应 也把这个抓了 所以说现在黑气就两种选择AB 选什么都是死 啊 就是两种选择都是死 黑气就认输了 对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 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嗯 黑气如果不接这个 黑气还有一种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缓一气节 黑气时候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收气 收这个 收这个 或者说是提节都可以 造一个节彩 啊 造一个节彩就是白气如果扑进去打节 他这有个节 对 对 你正有节 然后怕问题了 就我这还有一枚结 所以说这个造节的时候呢 白气就得又下出妙手 白气继续造节 你走这个我拖一个 你走这个我走这个 哎 这个太妙了 这个时候呢你还无法阻止我造节 如果被我打一下的话 你目数就亏了 嗯 嗯 你只有跟着我硬 那那已经有一个节彩了 那有 已经够了 对 至少有一枚 这里有一枚就够了 那两枚我先找这个不损的 我再找这个 对 把你打爆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的巧啊 就差一枚结彩 就多一枚结彩 我们 大家觉得这个十月是不是设计好的 嗯 这个斑毡 这个斑毡 对 到处多造结彩 嗯 真的是太巧妙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棋的结果 就十月非常巧妙的战胜了螺旋 嗯 晋级了下一轮 好 今天起就为你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再一次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情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